完成 我們知道 這個 酷能高時定律 然後 安培定律 然後 這個 Farley 感應定律 那最後 這個 Maxwell 把 这个安培定律 做了一项小的修正以后 就构成了一个 四个方程式组的一个 我们叫做马斯洛方程式组 那这个方程式里面重要的 这个重要的成分 第一个是这个Gauss定律 那Gauss定律 在整个里面是不需要修正 这个就是 电场的这个散度 是等于Y0这个Rho 电荷密度 那然后相应的 这个磁场 磁场因为没有这个单一的 单一的磁核 这个都是南北极始出现的 所以磁场的这个 Divergence是等于 那接着就是 这个发力的感应定律 这个发力感应定律是 绕一个环 这个感应出来电场 绕一个环的这个线积分 是等于这个环内的持通量的变化率 那用这个stock定律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 这个磁场的变化率 那最后就是安培定律 这个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这个是B的这个curl 那B的curl是跟这个 穿过一个环的这个磁场的 这个环场 环场沿线积分 是等于穿过这个环里面的 这个电流密度 这个电流密度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 这个 是这个C平方分之 这个J 加上这个C平方分之1 这个电场的 随时间的一个变化率 那 那 这个是 这个经过修正后以后的一个 这个安培定律 那这一项其实是 马克署尔加进来的 这个 这个马克署尔加进来的 这个 这个马克署尔加进来的 那 这一项我们通常叫做 这个位移电流向 这个displacement current 那这个是 这个关于电场跟磁场 支配电场跟磁场的方程式 那 这个 至于这个磁场跟电场 怎么去 这个影响这个 一个带电的例子 那基本上 这个经过相对认修正以后 这个 这个 是这样的一个 假设一个例子 它带电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 它的速率 假设是 这个V的话 那 这个 它的动量 要经过这个相对论的修正 这样的东西 这个 是要等于这个 子点的电荷 呈上这个 跟电场的成绩 这是电力的部分 那还有这个磁力部分 是这个VB 所谓 罗伦之力 这样的东西 那 这个东西 从这个 安散特殊相对论角度 这个 其实是可以从 这个 从这个 法第感应定律 这个 导出来的 并不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 但是菲曼认为 它是独立于 这个 法第感应定律的 因为 它把 法第感应定律的解释 做比较窄化的解释 用 只用这样一个方程式来 表达这个 法第感应定律 但是 法第感应定律 还有一部分是 线圈动的 这样的一种情形 这种情形 线圈运动情形 这个菲曼这个 因为他载化了 这个 法第感应定律的解释 所以他 只得到这样一部分 所以他认为 这个罗人之力 是一个 分别 独立的 另外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 这个 公式 那另外再加上 牛顿的 这个万有引力 这个 这个牛顿万有引力 这个 两个质量之间的 这个 这个 这是R1到R2 这个 这个 两个质量之间的 这个 1到2 这个 1到2 1 指向2的一个 单位长向量 这个 这样子 这个 距离平方 反比 那 这样就构成 这个在 1905年以前 就构成 这个 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的 这个物理定律 那 这一部分 我们 叫做 这个 古典物理 这个 这个 classical physics 这个 1905年以前 整个骨感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 这样子 整个四个方程式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那 至少 这个 关于这个电磁场部分 在这个真空里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 不需要再做这个修改 这个 不需要再做这个修改 那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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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好 这个 其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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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罗尔 这个修正项 为什么需要 这个 这个好 这个基本上是 可以 这个 好 这一项 好 这个 displacement current 这一项 好 这个 为什么需要 这一项 好 这个是必要的 好 这个 好 这个 这一项 这个 的来源 好 从这个 1860年以前 这个 所有 这个法力可以观测到的这些电磁现象 基本上并不需要这样一项 好 并不需要这样一项就够了 好 但是少了这一项 好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好 我们知道这个 curl 好 这个 B的 假设只有这一项的话 好 这个 好 假设只有这一项的话 没有这个 dispacement current这一项的话 好 我们取这个 我们取这个 这个 这个式子的 所谓的 取这个 它的这个 散度的话 好 这个 那 这个 式子的散度的话 好 这个一定等于零 好 这个 好 那 这边 好 这个 就变成 这个 左边就 右边就变成 接的这个 接的这个 散度 这个 好 那 这个 接的散度 这个 在某些情况之下 比如说 这个Marker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 假设我一个 这个 圆形的 圆板形的 这个电容器 这个 这个充电的话 这个充电的话 在这个充电过程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电流流出 那 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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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 这个 做一个环 这个 伽环 这个伽环 这个伽环 那 这个电流 在这个 两板之外 这个 这个 这个电流 所造成的 这个磁场 这个 这个磁场的话 磁场是 这样的 对 使得 使得 这个 以伽环 为边的 环上的 这个 这个 环场机 不等于零 对 那我们知道 这边有这个 电流通过 那 那 关于 这个 以伽环 为边的 这个面 其实 这个 有很多 其中我们可以 选这个白的面 对 那白的面 这个中间 有这个电流通过 那正好 这个电流 这个 通过电流 这个 这个提供了 这个环场机的 这个值 乘上 这个 μ0 或者我们用 用这样的一个 式子 我们可以让这个环来提供 这个 它的这个环场机 但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白的 我叫做 这个S1 那我可以把这个白的 这个 这样打打打 变形 这个 变成这个黄的 这个我们叫S2 那我还可以继续再把它这个做变形 做变形的话 把它变到 比如说这样 这个 变成一个带子 以 这个γ为边的一个 这个 一个带子 一个口袋 这个 那这个口袋 这个 我用红的来 那这红的 我们就叫它做S3 那这个 这个S3 正好这个 把 其中这个负的板包起来 它整个落到 这个正负电荷 和两板中间 正好落到这个两板中间 这个 正好落到这个两板中间 所以 这个电流 因为是担任这个 这个两板充电工作 这个电流到了 这个板就中断 这个 在中间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 假设我取这个 S3 做 做这样的一件事的话 那我发现 这个 这个会得到这个矛盾 这里会得到这个矛盾 这个一边 是不等于零 但是 这个电流的通量 经过S3的这个通量 因为 因为这个S3这个口袋 是跟这个电线 是 是不相交的 所以没有通过S3上的电流 那 所以 这个方程式 就会出现了矛盾的现象 那 出现了矛盾的现象 这个 要怎么去解决呢 那 这个Findman就想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 他想出了这样一个图是 我们假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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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 稍微比较难 这个 比较难 这个 那在这边 在这边 这个 这个电厂的 这个 这个电厂的 这个 这个电流的 这个产生 这个磁场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会 应该被这个 两板间的电厂通量 所取代 两板间的这个 电厂通量 所取代 这个 这个 通量的 随时间的 这个变化率 所取代 那 这边 可以这么看 那为什么要加上 这个项呢 那 Findman想出一个 这样的例子 这样一个例子 似乎比较好 比较简单 那我们想出一个 J大概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 J大约是 这个 这某个 这个I0 某个I0这样子 这个 那 大约是这样子 从一个 一点 从一点 这个发出来的 一个 一个电流 像这个 喷泉头 这样子 发出来的一个 像这个四面八方 均匀的 那 因为 这是一个点的 一个电流源 所以 所以 它 假设 这个 距离这里 R地方的话 我们以 这点到这边 这个 R地方 做一个 这个曲面 这个 这个曲面的话 我们发现 经过这个曲面上的 电流总量 应该是一定 而且 而且过任何 以这个 以这个 球星为中间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J 这个 这样的一个J 这个 这是一个J的 这个样子 这个J 那这个J 是从这个 圆心这样流出来 这个圆心流出来 你可以假想 这个一块 做β拖变的 这个物质 放射出电子 假设 这些原子核 不是 这个 极化的一个 原子核的话 它是 向各个方向 散来的 那这样的J 那这样J的话 所产生 我们这个J 所产生的 J所产生的 这个磁场 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有很多种办法 那因为 这样的电流是 因为这个电流 是 因为这个电流的 安排是 这个 球形旋转对称 因为这个电 这些电流是 的 是 电流的 再次来 就会 这个电流 就是 电流的 电流 就是 电流 这些电流 就是 对 所以 出电流 就是 电流 所以这个B的样子 B的样子必须是 这个B的样子必须是这样子 假设这个绿的代表磁场B的话 那我知道这个球形悬展对称的话 这个B只能是这个沿着 这个沿着这个镜像方向 这个B必须平行这个镜像方向 好 否则的话 比如说我们说B假设有一个垂直镜像方向的话 那我们就绕着这个轴旋转一下 这个旋转180度它就会到下面来 但是这个是同样的电流安排 它不应该有这个方向的 所以这个B必须要平行 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B必须平行这个 平行这样 这个到这个一点的 从球形到这一点的这个方向 必须平行 必须平行 那这样的话 而且距离这个中心 同样距离的这个球面上 所有的磁场大小 这个都要一样 都是指向外的 都要一样 那这样一件事会跟这个 会跟这个 这样一件事会与它互相矛盾 那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 我们以这样的一个R为半径 这个O为中心的球面 作为一个区面 那我们在这上面 求它的磁场通量 那这个磁场通量的话 这个面积我们叫做S 这个我们叫这个S 那这边 这个通量的这个G 这个是一个不等于0的量 这个不等于0的量 那但是 这是一个 这个S是一个封闭区面 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散度 这个DV 这个球里面包含的TG 那这边 因为 因为没有这个磁单极存在 所以散度B 一定是等于0 所以这个是等于0 所以 这个不能一边 这个不等于0 一边等于0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磁场B等于0 平行这个E2 但是它的这个大小是0 那大小是0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那你就发现奇怪 这个 这个B假设是0的话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旋度的话 一定也是0 那这边G不等于0 所以 好 所以这个矛盾就发生出来了 好 这个 好 这个 这个B等于0的话 这个我们就告诉我们 这件事是等于0 但是我知道这个 等于这个 这边应该是 这个等于这个C上0 这个分支这个G 那我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等于0 这个 这个东西是不等于0 所以 这个就有一个矛盾 这个 那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 这个矛盾 这个解决的办法是这样 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是这样 好 那 我们好 在这个 假设好 这个中间有 这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G 对 这个G是不等于0的 但是一个圆形 这个球形对称的 这样的一个电流安排 它所产生的磁场是0 那你要为了使 这个方程式 这个右边也等于0的话 那我只好这个 只好这个最简单的一件事 你就是把每一点 这个加上一个 这个负阶 这个负阶 强迫它等于0 那然后我们再想想看 这个负阶 这个它应该 有什么 这个物理的来源 怎么样 有怎么样的可能的 物理的来源来产生它 那这个G 我们叫做阶D 或者就叫 这个displacement current 那这个阶D 我们选这个阶D 这个是等于这个负阶 那这样把它加上来以后 那强迫这个 加上了这样东西以后 这个 加上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就知道这个B 的旋度 要等于这个 这样东西 这个 这边就等于0了 因为这个它等于它的负值 那 我们再来看看 这样的J 这个JD 要用什么办法来产生 这样的JD 要用什么办法来产生 那这个JD 我们说是等于这个负阶 那它的大小是这个4π 这个 4π这个R平方 这个I0 那I0是 我把这个电流源 源头包起来 这个每单位时间 所流出来的这个电流的总量 这个流出来的电流的总量 那 那 好 这边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 那这个流出来的 电流的总量 是这个 这个I0 每单位时间 那它其实 我假设 这个 这个中间是有 这个原点是有电流的话 它因为流出这个电荷 使它这个电荷损失 这个 这个损失 这个每单位时间损失 这个I0的电流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I0 其实是等于 这个 这个负的 这个中间的 这个电量的损失 假设这个Qt 是代表这个 在原点附近的 这个 这个电荷的量 这个电荷量 这个负的I0 我们这样子 我就可以把它 这个负的I0 就是这个Qt这样带入 把这个 这个 这个DTDQ 这样东西 这样东西 我们看看 有点像什么呢 其实跟这个 酷仑电厂有点像 那这个酷仑电厂 随时间的变化率 假设这个酷仑电厂的变化 是由于 这个 在原点的 这个电荷的 这个改变 这个电荷随时间的变化率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 乘上这个I0 除上这个I0 那这个就是 这个电厂的大小的 一个变化 对 那我们这边 有 这边应该把它 有一个 这个沿着ER方向的 一个单位长向量 好 这样一个 单位长向量 乘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单位长向量 对 好 这个Qt 是这个 这个随时间的一个变化率 假设这个 这个电厂 随时间的变化 纯粹只有于 电荷的总量的改变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我就知道 这个是里面的 这个Q电荷所产生的 电厂 随时间的一个变化率 对 好 那我也许应该 好 因为在这边 我没有这个 这个曲面的 随时间改变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好了 这样好了 好 那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是I0 这个随T的 这个电厂 随时间的一个 这个变化率 好 那这项需要 这个补进来的 这个需要补进来的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把这个安培定律 要做这样的一个修正 对啊 对啊 好 这个是I0 C平方分之 E 对 对 这个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修正 就是J加JD 那这个JD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形式 就我们把它这个 分开 好 这个JD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是I0 这样加了以后就是 好 那加这个 加这样一项对 这个I0消掉 那这是马克罗尔的这项的由来 那这项的由来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在这边 我们假设 这个I0的产生 是由于 在圆点上面的 这个电荷的变化率而来的 那这个圆点上的 变化率造成了 这个电场随时间改变 使得这个 使得这个电场通量 有一个类似 电流的一个效应 这个 那这个电流 我们叫做 这个Displacement Current 它大小是这样 这个 这样子 那这项引进的过程中间 我们在这样到这里的 一个推断的过程中间 这个向四面八方流出去的电流 它这个电荷的损失 这个电荷的流失 是从这个 在这个圆点的 这个电量的 随时间的变化率 这个变化率这样 那由这样子 由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假设一个 电荷守恒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样一个公式 所以加了这一项以后 其实是可以保证 我们Maxwell方程式 是满足电荷守恨 那Maxwell当时 这个加上这样一项 它恐怕并没有以 这个电荷守恒为考虑 它可能是以这个 接电物质 接电物质的 所谓的这个电荷集聚 的变化所造成的 这样一项 那这个电荷集聚的变化 可以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们假设 是这样的 这个电荷集聚的 这个变化 可以这样看 假设我们这是一个弹簧 那这个弹簧 这个 比如说 这个 它 因为某种理由 比如说受到电荷以后 它这个伸缩 对 那伸缩以后 这个 假设这个电荷集 这个延伸呢 穿过这里的话 它会有一个对应的电流 那 这个对应的电流 就是 基本上就是 这个 这个接近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位移电流 这个 那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 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 其实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已经 考虑到用这个电荷守恒 所以 我们 从这里 其实 从这个安培 马克朔尔定律的话 我们把 这边 用这个 用这个 divergent作用 这个 磁场的旋渡 用这个 散度来作用 我们知道 这一定等于零 那 这边的话 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 散度的 这个电流密度 那 在这边 我们有这个 加上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等效电流 这个 这个 等效电流的 这个 这个 随时间的 等效 这个 等效电流 或 dispacement current 这个 那我们 这个 这个 散度运算 可以跟 这个 对T的偏微分 这个 做交换 基本上 通常没有问题 那 这边 由高氏电流 就告诉你 它是 这个 这个 电流密度 那 这边 还要乘上 一个 E 那 这样的 那 我们 由这个 高氏电流 我知道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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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Y0 分之 Rho 对 所以 基本上是 这个 Y0 这个 Parsha T 这样 这样 那这样 就告诉我们 这个 所谓的 电荷守恒 电荷局域守恒 的这样的一个 方式 好 这个等于 0 这个是一个 电荷局域守恒的 那 不可能 不可能无端的 这个 隐形的消失 从另外一个地方 冒起来 它一定是 假设它从这边消失 从另外一个地方 冒起来 它一定要经过 这个 我这一点附近的 某一个地方 这个 它不可能这样子 从这里消失 隐形消失 从另外一个地方 冒起来 它一定要从它的 旁边这样子 临近的地方 这个流出去 那这是电荷局域守恒的 一个要点 那这点已经 这个 在马克思沃尔 建构 它的方程式组 加上这一项的时候 这个已经就保证了 这个电荷守恒 这个 那 这个电荷的局域守恒 电荷的局域守恒 这个可以看为是 马克思沃尔方程式组的 一个负产品 这个负产品 这个电荷的局域守恒 这个电荷的局域守恒